将掠兵机命是雄 仓皇中是探良宫 这是唐朝刘宇洋对于兵先韩信极高的赞誉 作为中国历史上在入史册的伟大军事家 谋略家 韩信的战绩可谓是无往而不利 他出出茅庐的第一战 便一举名震天下 也成为后人遥不可及的梦想 其中就包括诸葛亮 三国时期 诸葛亮未灭曹魏 曾在十余年的时间内五次北伐 均以失败告终 最后病逝五丈元 出师未结身先死 在遗憾和眼的那一刻 诸葛亮或许想起在数百年前 在同一个地方 有一个男人同样举着汉式的旗号 出师北伐 与自己五次的失败不同的是 这个叫韩信的将军仅仅一次变凯旋 便成为后世的传说 青年将星 公元前206年 出身贫寒的韩信投奔刘邦 多次向刘邦献祭 却始终不得重用 无奈离去 萧和得知 知此人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将星 连夜骑马将韩信追回 回到汉印后 萧和仔细向刘邦分析利弊 历见韩信 此时刘邦正欲收复汉中 看着这个他原本不瞧正眼的小兵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让太尉卢婉交出打印与兵符 拜韩信为大将军 总揽北上三情 而此时的韩信 不过22岁 刘邦此举 不出意外地遭到麾下众人反对 但刘邦力排众议 是保韩信 纵使年纪过小 可他总隐隐觉得 这个年轻人或许能给他一些惊喜 此时的汉中 便是未来诸葛亮北伐之地 在历史上 汉中素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特殊的地理位置 掐住了四川盆地的咽喉 刘邦在擒灭亡后 被鄙视众王之首的项羽 封到巴蜀做汉王 在路过包邪道的时候 刘邦烧掉了百里长的战道 向项羽表明再不北上的决心 但项羽自然信不过他 为减断刘邦北上的可能 他将汉中一分为三 分别封徽下张涵 司马兴和董毅为王 让他们于三处把守 项羽猜得没错 从一个亭掌爬起来的刘邦 又岂能安心窝居属地 做一个处处被压制的汉王 而刘邦也深知 只有北上抢占汉中平原 才可获得充沛资源 拿到与项羽驿站的资本 对于楚汉相争时的刘邦而言 这是一条必走之路 如今这个艰巨的任务 落到了韩信的肩上 韬光养晦 不似年轻人的急躁 韩信第一时间 并为吉喉吼制定战略计划 忙着出兵 而是开始招兵买马 他招募了大量巴蜀人 这些巴蜀士兵人 生长环境恶劣 民风飙悍 体格凶猛 后汉书曾言 至高祖为汉王 发疑人还罚三秦 秦帝既定 来遣还巴中 不输租赋 是号为板顿蛮 对于当时的韩信而言 这些巴蜀人 是北上最有效的兵力 不仅仅要有凶猛的兵 韩信还需要更加彪悍的兵风 在训练场上 他将这些士兵 以小队为单位进行攻防训练 每个小队由一名武长带领 这种训练 堪称血腥 防守一方若露出破绽 攻防必须闯入击杀 若攻防心慈手软 则斩攻防的武长 若守方松松垮垮 不成队形 则斩守方的武长 原本巴蜀的士兵 没怎么上过战场 又因自己是本地的儿郎 敷衍了事 可韩信的狠招 让这些士兵们 瞬间紧张起来 除了训练单兵作战 韩信还在工程与兵器方面 下了狠手 工程不过 斩其五掌 工程跑慢 斩其五掌 兵器不魔风 斩其五掌 时间一久 无需韩信再斩 武长自会进行监督 汉军的作战也逐渐变得精炼 骁涌起来 触及周围巴蜀些许反叛势力 可谓是所向披靡 无间不摧 这一切 刘邦都看在了眼里 适逢其会 秋风起 草木摧 十月 遥远的西楚传来了消息 楚怀王雄心在途经称县时 被九江王英部所杀 而英部则直接听命于项羽 天下哗然 这雄心乃园六国贵族 楚王之孙 项羽起兵时 其叔叔向增为事处有名 加收买人心 特地从民间找到牧羊的雄心 拥立其为楚怀王 可以说 楚怀王就是这天下 以及项氏一族名义上的君主 不过虽被拥立 但雄心知道自己不过只是个傀儡皇帝 未表示自己不会威胁到项羽 便主动遵自己为异地 更是愿意南迁 主动让贤 可惜 楚霸王项羽 从来不是一个原华世故的人 若是刘邦 出于政治考量 或许会留着这个异地 彰显自己仁爱 但项羽 从不藏匿自己的野心 更遮掩不住 看见原本傀儡皇帝 岳家德民心时的私恨 便派不应截杀楚怀王 杀君施主 板上钉钉 而这自古以来皆是大罪 果不其然 楚怀王死后没多久 燕 赵 其三弟纷纷起兵讨伐项羽 而处于巴蜀之地的刘邦 没有动作 而是继续盯着韩信 一日又一日的练兵 北边再有消息传来 是项羽出兵 韩信这时收起了练兵的旗帜 对于他 扬明立万的第一战来了 项羽出兵 应对三弟 汉中留给韩信的义友三王 韩信深知 对付三王不可及躁 汉中三王张寒 司马兴 董毅 皆是秦国将将 项羽用他们 但不信他们 名誉为王 却兵力分散 项羽利用三人制衡刘邦 又让三人相互制衡 以致三人关系不睦 沟通不善 整个汉中 矛盾重重 四面迷雾 韩信看准了这一点 他制定了四面烟雾 三路出击的总体战略 也就是后来民间俗传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他先是派周伯率领部分老弱病残 去修复当初战时烧掉的包协道上的战道 动静之大 自然瞒不过监视他们的张寒 可让张寒分心只是其次 重头戏还在后面 修战道只是四面烟雾中的第一面 其余三面烟雾就是三路出击 韩信部署 曹参凡快率军走齐山道 往梁州方向奔袭 他自己率主力走陈仓道 出关 冠英率领一部分人潜伏子武道 这样一来 纵使张寒在老道 也断然找不到防御重心 从而被动分兵 三路出兵 若放在往常或许是兵家大计 毕竟兵力分散 不能形成大股有力战力 若是两方被劫 剩下一方也不足以北上 但韩信冒险于此 手中自然是有筹码的 那就是汉中三王同样兵力分散 并且遭到项羽离间 三方不能有效聚集 韩信的推测是没有错的 张寒等三王此时手中的兵力 不仅分散还十分有限 仅有当年守备咸阳的那几万人 如此少的兵力要防守整个关中区域 防御能力是捉襟见肘的 相对比韩信手中 经过这些年的招兵买马 三路有将近十万人的 并匹配了充足的粮草自重 韩信的多路出击 既冒险也高明 兵力有限 但不得不防 防虽防却无法分清主力 使得对方哪怕心有防备 也使不出境 张寒那边动静自然看到 他也明白韩信定还有他路 可问题是汉中之大 路数之多 韩信王拿走 主力在哪 他又是不清楚的 他只得先派出人通知距离较近的司马兴 守好子武道 又派人去联系远处的董简 自己则在倘若道 齐山和陈仓都派了兵力助手 一战成名 就这样 张寒顺着韩信的圈套犯了致命的错误 将本就不多的兵力分散得更为稀疏 无法集中有限兵力重点不防了 在张寒焦头烂额之时 噩耗传来 樊快率不攻破西线 大军离梁州不过几十里 得知消息的张寒又慌忙匆匆调兵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韩信竟又暗自将人调回陈仓道 与自己会合 而此时的陈仓道 兵力空虚 很快 韩信重兵围攻陈仓 毫不练战 借到直扑汉中 顺势北上 一气呵成 张寒的兵力本就稀疏 又被韩信耍得团团转 兵力来回调动 疲惫不堪 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战力 即使他这时在从梁州调头回援 不断联系其他二王 可拉长的防线 以及韩信军队的势如破竹 让他深知 已是无力回天 这个秦朝过来的老将 连韩信一面也没见过 就被攻城掠地 输得颜面尽失 张寒不甘 与司马兴 董简三方势力 率兵齐齐 朝韩信方所在的沸丘赶去 意图挽回局面 经过多番你坠我赶后 双方最终与攘乡兵戎相见 韩信对此 并没利用兵力 莽冲莽撞 而是先命繁快 曹参侧面围攻 又令潜伏在子武道的冠英 出兵为援 追击司马兴 最终 占据绝对优势的 韩信军队大获全胜 迫使张寒等部退守废丘 再无进攻可能 韩信的目标 也并不在张寒身上 他目光遥望咸阳 那里便是汉中的大门 公元前205年 韩信攻破咸阳 拿下秦朝都城 未来汉朝国都长安 韩信此战平定秦帝 既打出了自己兵先的赫赫威名 也为未来刘邦 项羽的楚河汉界交战 打开了有利局面 放在历史上 也当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了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边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胖胖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